嗨,剑长好,欢迎来到崩坏3猛星讲堂的现场 不知道剑长有没有听说,在即将到来的5.8版本中 新手系统将迎来重大更新,猛星升级速度更快,奖励也更丰富 我刚入坑就能遇到这种好事 师傅,听朋友说,崩坏3是一款健康阳光,积极向上的游戏 不仅有畅快的打斗,而且剧情也很温馨呢 嘿嘿,总之,作为崩坏3开服老剑长,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我就好了 其实不瞒师傅说,作为萌新,很担心落了这么多年的进度,会不会追不上大家呀 5.8版本更新后,参与游戏内各类玩法与活动,可获得的经验与养成材料增加 所以不用担心,很快,你就可以试图当一面的剑长啦 那我就放心啦 师傅,我还经常听其他剑长提起后崩坏书,往事乐土之类的,这些都是什么呀 崩坏3的常驻玩法包含了多种玩法 比如开放世界,搭配不同增益效果,改变原本的技能机制来获得全新的战斗体验等 还能解锁剧情故事,这部分内容就不剧头啦,留着你自己去探索 各类常驻玩法会随着等级的提升逐步开放 随着萌新剑长升级速度大幅提升,再配合部分核心玩法的解锁等级降低 很快就能体验到这些精彩内容啦 好耶,再也不用担心遇到因为等级限制而没有内容可以玩的尴尬情况啦 不过对于萌新剑长来说,建议大家先从新手活动开始玩起 只要点击屏幕下方迎新手册,就能进入新手引导界面 其中,成长指南是萌新剑长最好的伙伴 整理了适合各个阶段剑长的任务 帮助萌新剑长快速熟悉游戏内各类玩法 非常推荐剑长优先完成成长指南 哦,我只要根据成长指南引导,逐步体验游戏内容 就能成长为和师傅一样厉害的剑长啦 哇,奖励有水晶,家园补记卡,SP角色夜影虫霞 自选S级女武神福石,小跟班都眼花缭乱了 嘿嘿,福利可不止这些哦 萌新剑长参与七日计划活动 此时登陆就能获得S级角色空之律者 累计登陆还能获得幻海梦蝶试用服装,水晶,扩充补记卡当奖励 女王降临,高跟鞋哒哒哒,有画面啦 咳咳,此刻正式,审判之时 空之律者是远程物理输出角色 攻击有高持续,高爆发的特点 必杀技能对大范围敌人造成伤害,是非常适合萌新培养的角色 能直接获取S级角色也太开心了吧,还有吗还有吗 努力升级还能拿到成长冲刺的奖励 毒水晶,家园补记卡等 解锁等级礼包后,奖励更丰富 还能领取S级角色,理智利哲 这期我会,是那个喜欢飙车被吊销了驾照的布罗尼亚 哈哈哈,属于是人尽皆知的江湖传言啦 除此之外,还有训练计划活动 带领萌新舰长熟悉深渊,记忆战场,往事乐图等常规玩法 完成相关任务,还能兑换S角色,失落迷蝶,水晶,死心装备,养成材料等奖励 小跟班都迫不及待了 师傅说的家园补记卡和扩充补记卡有什么区别呀 崩坏3的补记池分为好几种类型 需要使用对应的补记卡参与补记 本次更新后还将开放补记回馈活动 完成补记任务,可额外获取S级角色推荐武器自选箱,水晶,养成材料 另外,首次充值,还能在SP角色朔叶关心,迷成骇兔,犯罪黄女中选选一个 他们是适用于不同队伍的强力辅助角色 一定会对舰长今后的作战起到很大的帮助 哇,要小跟班来算一算 参与新手活动,可以获得S级角色,水晶,伏记卡,装备,服装,养成材料 糟糕,苦水都要流下来了 啊,师傅师傅,大家都说崩坏3剧情可甜了 那关于主线剧情玩法有什么更新吗 为了让萌新剑长有更沉浸式的剧情体验 此次更新后,将对主线第一到六章的关卡进行精简 减少了重复的战斗 同时将主线章节整合成了大篇章的形式 达到一定等级后 剑长就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章节进行抢先体验 哦,也就是说,如果对新颜之律者的剧情感兴趣 可以跳过前几张关卡,直接来到于是留下了火焰篇章 没错,这样萌新剑长就能更早体验到后续精彩剧情 一口气看个爽 哇,好期待呀 谢谢师傅,小跟班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嘿嘿,如果屏幕前的各位萌新剑长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今天的萌新讲堂就到此结束了 祝剑长玩得开心 拜拜